欢迎来到新闻和活动频道 请订阅和分享以更新有关当今醉着明明星的最新信息 王一博,从舞台到射死现场,彩排花絮曝光,笑出腹肌 你们听说了吗?王一博最近可真是太火了 不仅在舞台上魅力四射 就连彩排的时候都能让人笑出腹肌 这到底是咋回事呢? 别急,让我给你们细细道来 话说这月华年会啊,简直就是娱乐圈的一场大型cosplay盛宴 咱们的王一博同学呢? 也是直接来了个跨界大挑战,cos起了低俗小说里的文森特 这可不是一般的模仿秀啊 王一博往那一站,那骨子不羁与酷尽,简直是文森特附体,让人直呼内行 网友们纷纷留言,这哪是模仿,分明是文森特穿越了吧? 王一博,你是不是偷偷练了时空穿梭树? 哈哈,看来王一博的这次cosplay真的是深入人心啊! 说到王一博的精神状态,那绝对是娱乐圈的一股清流 他用行动诠释了热爱可抵岁月漫长 无论是街舞,摩托还是演戏,只要是他喜欢的,就全力以赴 这股子劲儿,让人不得不服 有网友留言说,王一博就是现实版的想做什么就去做代言人 看着他就觉得生活充满了无限可能 哎呀,说得我都心动了,要是我也能像王一博一样,那该多好啊 不过啊,王一博的魅力可不止于此啊 家族演唱会的彩排花絮仪曝光,瞬间引爆网络 那力量感爆棚的动作,每一个细节都透露着专业和用心 但你知道吗?彩排中的王一博 可是个宝藏男孩 一会儿在那里认真比划着舞蹈动作 一会儿又蹦蹦跳跳,像个没长大的孩子 网友们纷纷调侃,这哪里是那个高冷的酷盖博 分明是个被舞蹈耽误的喜剧人 哈哈,看来王一博的反差萌已经成为他的标志了 随着夜幕的降临,乐华家族演唱会的舞台即将点亮 而王一博的新舞台,无疑是今晚最大的看点之一 那将是一场视觉与听觉的双重盛宴 每一个音符,每一个舞步,都将是他对粉丝深情的告白 网友们早已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纷纷在社交媒体上留言 摩托姐姐们的绿海已经就绪 就等你来点亮夜空 哎呀,这氛围可真是让人期待啊 不过啊,话说回来,王一博的职场四大阶段 从青涩到成熟,每一步都走得坚定而精彩 但舞台上的光芒万丈,也难免让人思考,在光鲜亮丽的背后 他是否也承受着不为人知的压力和挑战 有网友留言,看到王一博的成功,我也想努力成为更好的自己 但现实总是那么残酷 哎呀,说得我都有点心疼了 不过也有粉丝反驳,正是因为有了这些挑战 才让我们看到了更加坚韧和闪耀的王一博啊 其实啊,无论是王一博还是我们每一个人 在职场或人生的道路上,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和挑战 但正如王一博所展现的那样 只要我们保持热爱,坚持不懈 总有一天能够站在属于自己的舞台上,绽放出最耀眼的光芒 说到这里啊,我不得不佩服王一博的勇气和毅力 他能够在娱乐圈这个竞争如此激烈的地方脱颖而出 靠的不仅仅是才华和颜值 更重要的是他对梦想的执着和追求 他用自己的行动告诉我们,只要心中有梦 就要勇敢去追 无论遇到多少困难和挑战 都不能放弃自己的初心和梦想 而且啊,王一博的成功也不是一蹴而就的 他经历了无数次的失败和挫折,才走到了今天这一步 但是啊,他从来没有放弃过自己 而是选择了一次又一次地站起来,继续前行 这种精神啊,真的是让人佩服的五体投地 各位小伙伴们,你们也要像王一博一样噩 无论遇到什么困难和挑战,都不能放弃自己的梦想和追求 只要你们心中有梦,脚下有力,就一定能够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路 说不定下一个站在聚光灯下的就是你我呢 我想说,王一博啊王一博,你真的是太棒了 你的每一次表演,每一个动作都让我们感到兴奋和激动 希望你能够一直保持这份热爱和执着,继续在舞台上绽放你的光芒 我们也一定会一直支持你,陪伴你走过每一个难关和挑战 加油啊王一博 你们对王一博的这次cosplay和彩排花絮有什么看法呢? 是不是也被他的反差蒙给逗乐了呢? 快来评论区留言告诉我吧 期待和你们一起分享更多的娱乐八卦了